凡夫修行多多甚至 我们多乐着 常常想到自己的身体 身体要好好保养它 要好好照顾它 把照顾身体 保养身体 摆在第一位 其他是第二位 所以我们这个修行 不能成就 修行要想成就 修西方极乐世界 真地想将来我们 欲知实至自在往生 那要怎么修呢 要把身体丢掉 不能像身体 身体是附带的 不要去理它 不理它这个身体 就越来越好 为什么呢 它回归自然了 自然才是最健康的 你天天要补它 它就严成一习惯 那不补它 它就生病 它就得依靠你 你把这依靠 它断掉的时候 它不要了 它反而健康了 这个道理 我们要懂啊 去福教弟子们 横顺众生 随喜功德 不要刻意去照顾 日常生活 随缘就好 随缘都快乐 不要去计较 不要去计较 清净心 不接受 病毒 我们今天去医学上讲 免疫力 什么是免疫力 清净心是免疫力 心底清净 不会感染 大慈悲心 能化解一切病毒 你看 清净慈悲 就好啊 在这上要用功夫啊 不要在身和起居上 去讲求啊 那省多少事啊 释迦牟尼佛 当年在世 你看 跟释迦牟尼佛那些人 常随弟子 一千二百五十五人 他们过的是什么生活 野外的生活 露宿的生活 晚上睡觉 在树底下 打坐 上面没有遮盖啊 不怕风吹雨晒 这个雨打了 日晒 他不怕 过的是那样生活 吃饭就脱波 你给什么吃什么 欢欢欢喜喜 他又不生病 这什么 回归自然了 我们的心 回归自然了 身体自然跟 也跟大自然 何人为一路 最重要是 心 念头啊 心没回归 身就不能回归 心回归了 身也就回归了 得大自在了吗 最健康的 最健康的是自然 自然就是道 在佛法里头 自然就是福 中国人讲道 讲到极处 道是自然的规律 跟自然的规律 合而为一 这最健康的 自然有没有 身 有 你可以不要去 追逐他 这个才叫 阳身之道啊 好